我是真的不想待在这儿 好远 好远 走了 我爷爷教书教了一辈子 最爱好学生 可我现在不是 我知道 好的 爸 出工以来啊 每天厂子得加工加点的干 是 但是好在一点 青年中秋节 我们来陪您 对 正好还赶着国庆了 家里的百香果酱 百香果酒 还有百香果 还有薰鱼 爸 主要是浩轩 这孩子落榜以后 就跟以前不大一样了 还得麻烦您 这谁家的孩子 你看看 这刚弄的标语 这这么好看的字 让你和成这个样的 你就是浩轩吧 你这样做就是你的不对了吧 你谁啊你 你们别生气了 毕竟大爷是个小孩 是啊 谁是小孩啊 浩轩就拜托您了 好 好 都回吧 回吧 回吧 好 一路平安 修建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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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翠月赴满海人秀 翩翩芳飞入水流 凉凉 哎 谁把热水关了 怎么这么凉啊 你们一屋子人大晚上 怎么不开灯啊 我们继续吧 哎 别在意啊 孩子还是太小 哎 你怎么不走啊 这是你家啊 你怎么这么讲话呀 这就是他家 小明啊 你先上楼 好 这种人真的很讨厌 对 我说的就是王小明 温老师 水来了 喂 起来了 快吃啥啥 叫人啊 哦 这位是李叔 哦 我要喝可乐 喝什么可乐呀 哪有我们刘云的茶也好喝呀 是吧 今天啊 就开始复习功课了啊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向你小明哥请教 呸呸呸 这 这什么味儿啊 这个 这个是百香果的馒头 早上刚做的 我们今天还做了 百香果的鸡爪 百香果的拍黄瓜 百香果的包子 还有饺子 这些都是我们的实验 合着你们把我当小白熟啊 吃饭还赖到你了 谁爱吃这个谁吃 我把你都吃 这个箱子还挺好的 有完美完 可以突出我们百香果是有机的 嗯 你妈妈说了 手机没收了 为什么呀 让你好好念书啊 你说你都这么大孩子了 怎么还没小时候听话呢 不就是落个榜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过他这种心情啊 我是能理解的 王老师 你理解什么理解 不用你理解 你小公这儿是情假意的 你干嘛去啊 谢谢小公哥送的十哥火箭 感谢哥哥们送的礼物 也谢谢哥哥们送的小礼物 你回来了 爷爷刚好 也让我教你数学呢 教数学 手机别关啊 爷爷 快下来看看 他在看你什么东西啊 百香果软糖 舔到你心房 你刚下来看看 我忘了你 在看些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啊 你不许怨慌人家小明 小明多好的孩子呀 今天还到县城 买了书给你送过来 不像话了啊 大哥 能不能不要吵了 还是让把人睡觉了 王晓武是吧 名牌大学毕业是吧 全村的希望是吧 越是长得像好人 越有问题 被我抓到了吗 百香果真黄色 老选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你太让人失望了 其实小时候 我是喜欢这儿的 暑假经常过来 但这次我真的是 感觉做什么都是错的 别踢了 来 搭个手 再没好罚子 你看得烂多少果子吧 王晓明这孩子 心眼直 给我们想了不少罚子 一呀 这万一中秋节前 没卖出去 这果子 都烂完了 其实搞得不错的 没有 对对好 我会到 再给老爷子 我要倒一倒 被人家的油 到 到 别熄火呀 怎么了师傅 你们这不是耍我吗 不是 我们村前两天下暴雨 那条路给淹了 真是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这是咱们这事啊 就算了吧 别呀 师傅 再不运出去啊 这百香果就全都烂到地里边了 乡亲们 一年的指望 全都在这儿了 我们一起帮你推 乖一起想办法 行吗 我们一起给你推 试试 要推不出去 我就真不管你们这谈的事了啊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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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师 要我现在去通知乡记你们装货了 老胆心啊 哎 不说了 帮忙去啊 好 来 来 来 快点 快点 其实我很早啊 我就想好好地跟你聊一聊了 我跟你挺像的 老像 我也落榜过两次 我第一次落榜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天像塌下来一样 我每天都在睡觉 打游戏 我在一模的时候 我在不读学校 排名是倒数第十名 我那个时候才意识到 对自己失望的这种情绪啊 只能让自己做出 对自己更失望的事情来 那后来呢 后来我就努力地学习 我就考上了我自己喜欢的大学 你不是说你落榜两次吗 对啊 我第二次落榜 我就是来这里扶贫 刚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做得特别不好 所以我就是想走 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要不明天山红 要不就是暴雨的 那个时候我对自己很失望 这就算是我第二次落榜 再后来我就跟这里的村民 我们一起想办法 我们种了茶叶 养了乌鸡 这不今年的百香果又是大风收 但是没想到 我们遇到了滞销的问题 往前走啊 总会遇到挫折 人生就像是很多次考试 你落榜了 你也不要太难过 当你拿到越来越多难题的时候呢 这就证明我们是往前走的呀 所以你啊 千万不要对自己失望 你这一空好 好 听到没有 要向爸爸妈妈学习 好贴心啊 爸 咱家里还有百香果吗 上次我们带过去那些百香果 同事们吃了之后 都说可好吃了 咱家还有吗 你不用说了 我发给你一个链接 咱们这的百香果 现在是网红产品 浩轩 你那行李收拾好了吗 差不多了 对了小明哥 我要走了 我爸给我抱了一个裤子弹 那你加油 来 咱们一起敬爷爷一杯 祝爷爷中秋节快乐 祝爷爷中秋节快乐 我以前觉得 长大就去年大学 再也别人能够管我 但现在我明白了 真正的长大 是失败之后 还是有勇气继续往前走 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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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感谢你 感谢观看